代行豪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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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副武裝由溫生豪歹代隊 衝進民宅救援 受棍的年邁老婆婆 最新消防執政劇 火神的眼淚 第一集就安排真實公寓大火 讓影迷看得驚心動魄 一號在串流平台連播兩集 網友跟著劇情又哭又笑 好評不斷引起許多迴響 共產日快樂 口水買蛋糕 全部都鳳梨耶 劇情描繪出消防人員的 真實處境 隊員中的溫生豪 在七小雨工作中陷入兩難 及陳廷寧飾演的許子玲 想證明自己的能力 不輸男性 林波鴻執情最熱血 射言又常作惡夢 你說身體不爽快 不送別人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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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妨礙我們評估好嗎 你怎麼知道 我告訴你 奇怪我們問題是我的朋友 我應該很熟悉 至於劉冠婷飾演 常遇到不理性的家屬 即使常暴氣 又充滿了正義 獲神的眼淚 籌備三年 成本高達九千四百萬 導演為求逼真 除了消防隊實警 醫院長警 也花費五百萬搭出 主要演員都需要背上 重達二十五公斤的消防裝備 進行救援 救援 你要救 你要救 我要讓人見胡椒 我要讓人見胡椒 二樓還在見 我根本沒有用 演員群博密演出 驚險救火任務 也看見了 人性與社會百態 透過戲劇 能更加了解 消防隊員的任務 不只救火 包山包海任務 都要執行 分秒必爭 搶救生病 劇情實在太寫實 讓不少網友看到 平平是雷 TVB的新聞 莊情願李玉涵 他會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